1951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一经浴血风战 终于将以美国为首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 迫使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在谈判桌前 美方代表声称 以海空军优势需在陆地进行补偿为理由 主张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 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两千平方公里 朝中代表严厉驳斥美方代表 如果按照你方的逻辑 我方强大的陆军不是更应该得到补偿吗 是不是可以将军事分割线划到洛东江附近呢 美方代表一时间无话可说 只有用沉默相对抗 双方代表静坐对峙一百三十二分钟 场内一片寂静 与此同时 场外则是另一番景象 美方的武力要求遭到驳斥后 竟狂妄地说 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八月十八日开始 联合国军开始向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线 大规模的轰炸 他们把这一行动称为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 不过他的另一个名称 大家可能会更为熟悉一些 绞杀战 1951年7月下旬至9月初 朝鲜北方发生了四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运输补给线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损失了大量粮食物资 有些一线部队存粮仅能使用三到六天 个别部队库存告捷 二线部队已开始以野菜冲击 美军利用志愿军这一困难时期 于1951年8月18日 在其地面部队发起夏季攻势的同一天 开始了针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的进攻 美军计划在九十天的时间内完成这一作战 彻底切断中朝军队后勤补给线 于是动用了部署在朝鲜的全部空军约70%的命令 在绞杀战初期 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昼夜进行反复轰炸 使朝鲜的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在众多被轰炸的目标当中 有一座铁路桥 受到了美军特殊的照顾 曾经在一个月当中被炸断过十几次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 能让美军如此情有独钟呢 这座桥位于朝鲜满谱铁路线上 是朝鲜北部一个重要的交通要塞 是运输线的生命桥 它就是东青川江大桥 据战后统计 美军先后派出数千架次的飞机 对这里轮番轰炸 头下的炸弹足有几万枚 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 东青川江大桥所处的地理位置 从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东青川江大桥所处的位置 就是这里 朝鲜北部重要的铁路运输线 满谱铁路从这里经过 当时京益县主要负责向前方的运输 而满谱线则担负回空任务 一旦这条线路被炸毁 也就中断了志愿军的后方骨骑 那么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战时 也就会饿肚子 一饿就是七八天 瞧断 怎么办 休 谁来休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简史 一书中对铁道兵有如下的介绍 铁道兵部队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 1948年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 1949年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为了加强交通运输 铁道兵第一师于11月6日入朝 担负抢修铁路的任务 因此抢修东青川江大桥的重任就落在了铁道兵第一师战士们的肩上 1951年7月底 青川江北岸阻塞了92车物资不能潜运 前方供应极度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 上级要求铁道兵第一师修复被炸毁的东青川江大桥主桥 在八天内恢复铁路运输 当时东青川江大桥的第三号桥墩被美军炸塌 如果不把这座桥墩修复 整座桥也就无法使用 三号桥墩离江岸四十多米 不算远 但正处在洪水期的青川江 江水的流速非常快 人一下水就会被冲出去几米远 别说修桥 就是靠近桥墩都是非常困难 想要抢修三号桥墩 那就要先搭一座能通过墩基的便桥 前面我们讲过刚搭好的便桥都被洪水给冲走了 要重新搭桥真是难上加难 伊连是负责抢修任务的主力连队 战士们冒着狂风暴雨 先是搭好了吊桥 然后再用木牌搭浮桥 但很快又被汹涌的洪水给冲散了 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后 战士们始终都无法接近三号桥墩 眼看着工程进度毫无进展 大家焦急万分 正在这时候伊连的副连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说起这个副连长 他的来头可不小 他是谁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杨连帝 天津市北苍镇 北苍村人 1919年出生 铁道兵部队著名的登高英雄 登高英雄 这个称号有点特别 很少有人天生就有一副好身手 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1949年3月初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 招收技术工人 杨连帝在家人的支持下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为铁道纵队一支队 第一桥梁大队三连的随军职工 解放战争中 杨连帝所在的铁道兵 第一师第一团部队 接受了修通龙海路 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在抢修洛阳至铜关间的 龙海铁路桥梁时 位于观音堂至霞十亿 峡谷中的八号桥 已被炸毁 仅剩五个被炸的 高低不平的 四十五米高的桥墩 必须登上墩顶 削高补低 才能架钢梁铺铁轨 在没有升降设备的当时 怎么爬上这有二十来层楼高的桥墩呢 在场的日本和苏联专家 纷纷表示无能为力 但杨连帝 有办法 所以他就发现了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东西 盘登上去 怎么盘登呢 就是用一个 一个胶手竿子 胶手竿子 上面绑个铁钩子 把这个铁钩子呢 八米十米那么长的一个竿子 所以人口就能把它 勾到这个铁板上 这个铁板上就像一个 这个叫竿似的 因为它是这样子 能爬竿 说话的就是我身后这位 杨连帝的战友邹树桓 就这样杨连帝身先十足 带领着十八个战友 攀上了桥墩 原本上级计划 用三个月时间 恢复八号桥的通车 但是在杨连帝的带领下 他的连队提前了二十天 完成了通车的任务 由于杨连帝表现出色 荣获的登高英雄的称号 不知道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笔直光滑的圆木杆 然后用挂钩固定住 爬上去 别说普通人 就连体操运动员都很难做到 而杨连帝只是一个普通的随军职工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37年七夕事变之后 日军侵战天津 杨连帝为了生计到城里登三轮 当车夫 驼人驼物件 还在被俘厂做过临时工 1943年 这是个改变杨连帝命运的年份 他被日伟当局抓去当电业工人 爬杆架线 当时的杨连帝一定没有想到 为了虎口被逼出来的 登高上梯的本事 还真派上了大勇产 龙海铁路八号桥修通以后 登高英雄杨连帝随部队转战各地 大功小功力了不少 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接见 我们找到了一段珍贵的录像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 杨连帝被部队选派到北京 参加第一届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 被选入大会主席团 受到毛泽东 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30岁的杨连帝 也由随军进属工人转为正式军人 9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人民铁军报文章 八号桥的登高英雄 铁道兵团在修复龙海陆工程里面的一个英雄故事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政治部编印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纪念刊 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新闻纪录片《胜利之路》 志愿军英雄传等 分别介绍了登高英雄杨连帝的故事 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 杨连帝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第一师来到朝鲜 让我们先看一看初到朝鲜的杨连帝都做了些什么 杨连帝所在的部队于1950年底进入朝鲜 在第三次战役中负责抢修废流江大桥 上级要求七天内将被炸毁的桥梁修复 派杨连帝带领一个组完成钢梁启动任务 大桥被炸毁却只给七天的时间来修复 看看这架桥这副样子 说修建不如说重新建一座新桥 七天的时间可能吗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在抗美援朝初期 由于后援物资运输缓慢 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只能靠个人携带粮食和弹药 在一定的时期内与敌人进行作战 这一期限是八天 那么何为绞杀呢 李奇威在朝鲜北部划定一个军事组织地区 以大批量空中力量进行长时间轰炸 以切断志愿军后方不极限 制止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能力 在绞杀计划中 李奇威说 我们就是要用空中力量这根绳子 一下把中国巨人勒死 按照绞杀作战计划 联合国军将北纬38度15分到北纬39度15分 这一宽度禁区定为主要封锁区 把通过这个封锁区的七条交通干线 又分化成三个责任区 分别由空军第五航空队 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队和第77特种舰队 按区域进行轰炸 摧毁每一条公路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 每一条铁路上的每一节火车和每一座车站 已彻底瘫痪39度线上的全部运输能力 和李奇威为什么能精确地计算出 飞机轰炸的区域和时间呢 情报 自美军情报部门分析 在前沿战区内中朝部队有60个战斗师 每个师每天至少需要40吨补给品 才能维持有限的战斗 这样中国志愿军就要每天将240吨补给送往前线 以每辆卡车塞中两吨计算 运送一天的补给就需要120来看出 从鸭鲁江到抢先往返计时区以五天计算 大约需要6000以上的量次 如果用火车 每天就必须有120节车艇打到前沿战区 切断北朝鲜有限的公路和铁路 就是对志愿军的绞杀 也就是说 每次志愿军的进攻 顶多到第七八天时 就没吃没喝没带药了 不撤也得撤 李齐威称之为礼拜公事 他因而总结出对付的办法 当凶猛的礼拜公事接近北盛时 以强大的缓击力量 立即投入前沿 向弹尽两绝的中国军队 毫不迟疑地扑上去 用火海方式实施火力摧毁 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因此 志愿军方面 保证后勤补给 是保证胜利的根本 白天 美军的飞机轮番轰炸 杨连帝他们只能在夜间工作 而夜间工作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靠着双手摸着干 两个昼夜过去了 任务完成还不到十分之一 杨连帝琢磨着 美军的飞机虽然轰炸频繁 但是第一批飞机扔完炸弹走了 第二批还没有及时感冒 这当中有一段空隙 如果能抓紧这段空隙时间 进行抢修 比摸黑干一夜的效率还要高 打定主意的杨连帝 向连长做了请示之后 于是他们决定在白天进行抢修 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杨连帝他们 并不能准确地知道 美军的飞机什么时候飞到大桥 等看到飞机的时候 也就来不及撤离了 这时又是杨连帝主动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他凭借自己的登高本领 独自爬上桥面 在桥面进行施工 同时借助高度优势 看到远方出现美军的飞机 就提醒下方的战士迅速撤离 这样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超过七天的期限 反而神奇般的提前三天完成了抢修任务 1951年7月 杨连帝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 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青川江大桥 同样是七天抢修 不一样的是 大洪水来了 杨连帝的办法是什么呢 钢轨架浮桥 杨连帝腰上缠着铁丝 手里拿着钳子 在最前头绑架钢轨 一结绑完了 就顺着平身出去的钢轨爬到尽头 悬空骑着 在竖第二根交叉的钢轨架 人随着单根钢轨在江面上颤动着 激流在身子底下滚滚而过 杨连帝双手不停地绑着 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 这话说起来这么容易 但如果没有绝佳的攀爬能力和体力支持 完成这么一项任务 其实是不可能的 第三号桥墩修成了 中段的东青川江大桥顺利通车 杨连帝荣立一次大工 两次小工 他领导的一排荣立集体工 在杨连帝的帮助和影响下 铁道兵部队的战士们 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抢修人物 战后突击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 志远军运输战线上的广大官兵 共抢运物资和弹药1280多万吨 抢修铁路1400多处 抢修桥梁2200多处 据通计从中国每月必须运往前线的物资 仅能有一小半运档 八月底之前 前线部队已经发生了凉荒 许多二线部队靠野菜冲击 弹药运不上 前沿阵地的战士们 在弹药用尽之后 只能往山下滚石头 阻击敌人 在这危难时刻 彭德怀派志愿军副司令 洪学志亲自去抓后勤保障 随即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入司令部 从1950年底开始的朝鲜战争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已经成了一场贫后勤的战争 此时在国内 为志愿前线战争 全国各行各业展开了生产节约运动 老人孩子捐出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铜板 不光捐钱 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股 捐献飞机大炮的滚滚浪潮 欲据演员常相遇捐献了飞机的一举 当时此举轰动全国 据统计到1952年5月 全国人民捐献的总金额 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 运输物资 其实这些都是后话 当美军的侦察机发现被炸断的大桥恢复通车以后 他们又做何反应呢 在脚沙战中 联合国军集中空军力量 对于新安州 借川 西 三角地区的铁路 实施重点轰炸 在极端近70多公里的线路上 投弹38000人 决定 平均每两米落袋一米 在联合国军疯狂的回答下 支援军炮兵积极作战 今12月就击落机伤地址106架 掩护了宝贵的交通越冲目标 在空中绞杀战全面展开的9月份 陶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中国志愿军战机 那是机头喷着一层红色的喷气式尖击机 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开始 以示威单位投入作战 在世界空战史上的第一次喷气式飞机大较量中 初出茅庐的志愿军空军并不切战 敢打敢拼 在反脚杀战役中 共击落机伤敌机100余架 1952年初 西青川江大桥也遭受到猛烈的轰炸 这在脚杀战期间是非常普遍的 正因为有了绞杀战的作战方针 当联合国军的侦察飞机看到大桥恢复通车后 轰炸随即再次开始 不过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桥更长时间的保持畅通 有 我们看 照片中正在过江的可不是船 而是汽车 这是1950年9月 大桥西北方8英里 美军车辆通过水下桥过河的照片 这种桥飞机不易发现 抢修省时间 省材料 既隐蔽又实用 这招咱也用 不过 咱们的铁道兵战士想出的新招比这还高明 为了保障夜间火车畅通 铁道兵战士早晨起来 把桥面拆掉 把桥上用一些炸坏的材料 钢轨 枕木 摆到上面作为伪装 让敌人以为大桥是无法通行的废桥 从而防止敌人轰炸 由于采用了这样一些巧妙的方法 才保障了后方一些重要军事物资 得以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前方 美军没有想到 绞杀战并没有打倒人民铁道兵的坚强意志 为了摧毁这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很快美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轰炸方法 这个黑东西叫做定时炸弹 是美军专门设计 用来对付志愿军后方铁道步兵和运输部队的又一个力气 据说当时美军丢了大量的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大的比人还要高 小的只有一丁点 定时炸弹放在那里各式各样 有五十多种样子 它的性能不一样 爆炸的时间也不一样 杨连帝带领的铁道兵战士们 一开始对定时炸弹没有任何了解 只想尽快将炸弹排除 保护大桥的安全 很多战士就在搬运定时炸弹的过程中被炸死炸伤 敌人希望这些数量巨大的定时炸弹 能够起到摧毁铁道兵部队 保卫青川江大桥的战斗意志 这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场拍摄的 《激战无名川》里 对当时这段历史的真实表现 就在杨连帝他们为定时炸弹投腾的时候 有一个人找出了排除定时炸弹的方法 使这些炸弹都成了死弹 就是他 郭金生 1916年出生 辽宁省陵园市人 他和登高英雄杨连帝一样 都是铁道兵的战士 也同样的胆大 不怕牺牲又聪慧过人 那么郭金生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激战无名川》里 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在线 在紧张的抢修工作之余 郭金生认真研究 并打算尝试 拆卸排除定时炸弹 从1952年春开始 在一年时间里 由他拆卸排除的 50多种定时炸弹和其他炸弹 共1129枚 上级称他是 卸定时炸弹的能手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郭金生将定时炸弹的性能和原理 搞了个一清二楚 并将自己的拆弹经验 传授给广大志愿军战士 定时炸弹的威胁 大大渐弱了 铁道兵战士们 甚至取定时炸弹中的炸药来爆破 用定时炸弹的弹壳 来铸造修铁路需要的零部舰 美国人的先进武器败在了咱们 铁道兵战士的手下 狂妄自大的联合国军 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他们玩起了狠 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看到自己发动的绞杀战 没有起到什么成效 联合国军采取了新的攻势 地面部队配合空中绞杀战 发起下级攻势 杀伤地面施工人员 企图彻底摧毁志愿军铁道兵部队 坚强的心灵力气 但美军又一次打错了算 疯狂的绞杀并没有摧毁铁道兵战士的意志 反而更加激起了他 誓死无归保驾未够的成心 在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 对空防御作战的协同下 志愿军铁道兵冒着敌机轰炸的威胁 抢修抢建铁路 始终保持着铁路的长途 不过在胜利的故事 志愿军铁道兵部队的战士 也付出了巨大的心声 1951年8月 杨连帝出席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首届庆功大会 9月当选为志愿军归国官吏代表团代表 回到北京参加国庆官吏 并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接着 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杨连帝又一次光荣地见到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回朝鲜之前 杨连帝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回朝鲜前线了 因为时间仓促 路过天津也不能回家看望你们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请大人放心 等我回到朝鲜工作岗位 马上来信 别不再谈 往大人保重身体 就在这封信寄出以后 杨连帝再也没能回到祖国 回到亲人的身边 1952年3月 杨连帝参加支援军归国管理代表团 在国内各地报告结束 同返前线 杨连帝和他的连队 再一次转战到东青川江大桥 5月上旬 敌机对青川江的轰炸更加频繁起 桥一次次被破坏 杨连帝领导连队顽强的战斗者 5月15日清晨 一片片高射炮炮弹的余烟还残留在大桥上空 杨连帝又带着战士们来检查桥梁 检查中杨连帝发现 新修起来的第三孔钢梁 由于夜间过车太多 震动的一味五厘米 便叫战士们把亚机抬到桥上来 准备把钢梁移正 就在杨连帝指挥战士们起凉的时候 一颗定时炸弹爆炸 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 祖国人民的好儿子 登高英雄杨连帝 壮烈牺牲了 为表彰杨连帝同志的英雄业绩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于1952年6月4日 给杨连帝追忌特等功 并授予一级英雄的光荣称号 同时给他生前所在的连队 命名为杨连帝连 杨连帝牺牲时年仅33岁 为了纪念杨连帝的不朽业绩 中央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建议 将龙海铁路八号桥 命名为杨连帝桥 并在桥头树立了纪念碑 朝鲜战争期间 支援军铁道兵抢修抢剑 铁路桥梁 使铁路运力比战争初期提高了7.5倍 保障了钢铁运输线的畅通无阻 铁道兵有1136名官兵英勇牺牲 2881名官兵负伤 涌现了杨连帝等一大批英模 一万两千一百人立功 正像一位美国空军发言人所说的 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建筑铁路的人 一个显为人知的小岛 成就了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实力的大逆转 那么这个荒岛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它为什么会成为美日双方争夺的交别呢 这是中途岛战役之后 米米兹和山本56的又一次交锋 大会战将至 背后却有着极大隐贯 眼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医师 除了番号和网络之外 正下的从装备到人 都是其他 不足半个小时 日军大本营就传来欢呼 美国海军陆战医师 就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饥饿之道的名字 究竟从何而来 档案为您揭秘 血战太平洋之 每日决战饥饿之道 感谢观看